2020年是个充满考验 使用我们大家困惑和恐惧的一年 感恩是2020年之中完结 仍随着新的一年的来临 我们仍然继续要面对着 同一样的考验、困惑和恐惧 如果我们可以用正面的态度 面对2021年的开始 会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我们透过文字、识识 和生活的见识 是帮助大家经历 主耶稣基督的盼望和真理 让我们是2021年共同的努力 而基督的心为心做事 让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 主说你们是世界的光 所以我们将共同撒行 在1月份第一个给予的项目 鼓励学校教育工作者 在病毒疫情下产生了一个证明的影响 是大家对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和感谢 仍然当今的教育工作者 面对很多前所未有的考验和困难 因为他们抱着自己的安全和健康 仍介绍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并且确保学生们是疫情期间的健康 如你所知 我们有两所学校 附属于我们的湾区华人成经教会 小宝贝和前班TTPS 和湾区基督教学校CCS 我们很多人已经亲眼见到 这个疫情对学校的教育 员工、学生和家庭的巨大影响 因此当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疫情期间 仍介绍帮助我们学校孩子们的同时 用我们共同用实际行动来鼓励他们 我们的目标是为TTPS、CCS 和附近一所公立小学Amelia Earhart 提供125个礼物栏 来鼓励这些学校教育工作者付出的努力 你可以选择以下三种风释来支持 第一 为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讨告 便写电子邮件或者卡给他 第二 从Amazon网站 我们的圆蒙扣购买礼物 第三 感情的捐献 如果想得知以上更多的信息和细节 请上我们的教会网站 www.bacbc.org 作为教会的姿体 让我们共同同努力 成为意念一年世界的光 愿神祝福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